早,我想请问一下是,我们这个从105年蔡英文总统就职的时候就宣示了我们要推动司法改革 那历经了十个月的司法改革国事会议,那到现在已经两年半了 那我们看到民间的司法,民间的司法改革国事会议监督的会议里面 这个委员里面,他们列出了几个司法院主管以及法务部主管还没有完成的项目 我想分别请问司法院长跟,请司法院长先 这几个项目啊,你觉得大概还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完成? 我们有没有一个时辰? 跟委员报告,关于司法科学的这个部分 那个在商业世纪审理法里面就有那个专家证人的部分 那关于刑事鉴定章的部分啊 那个刑事鉴定的部分,关于策谎或是鉴定人要到场结问 这一个整个刑事鉴定制度啊 这一个就是像我刚刚一开始报告的 这个我们已经送请行政院会闲 他们也开了六次会了 所以这个很积极的在进行中 那么关于张政务条码的管理功能啊 这个我们跟法务部啊已经联系很久了 这个就是条码怎么样嫁接 这个我们在言议中啦 再来就是另外啊 有关说 这样好不好 不好意思因为我时间有限 请你 我是希望因为明天这个施改会 他们很认真在看我们整个施改做的怎么样 那他们也是都把这些资讯公布了 所以我希望司法院跟法务部这边 能够定期的关注他们给的建议 那依照他们现在所列出来的这些 是不是可以给我一个书面报告 你们预计多久可以完成 就是各个项目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或者是至少把法案送到 如果需要立法院这边的帮忙 就是协助的话 就是也请让我们知道说 你们预计什么时候把法案送过来 那不好意思那法务部长也是同样的 再麻烦你 就是把这个这个看过一次 然后让我们这边知道说 你们预计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 因为接下来我要讲的是 我发现所有东西 只要是需要司法跟法务一起合作的 确实是话不会是比较复杂的 就像是司法院长你刚刚讲到的 江振物的管理 那还有另外一个是 司法政策和权的归属 那一直到现在 似乎没有一个很 很确切的答案出来 我好奇的是 你们两个 两个组织 多久像这一方面要跨 部会的议题 你们是怎么合作的 你们多久见一次面 你们是怎么合作的 那法务部这边只要涉及到法律的话 那如果是司法院主管的法规 我们都有参与 那涉及到法务部主管的法规 我们会要司法院的同仁来参与 所以互动都是非常的频繁 那涉及到个案的个体的一个议题的话 我们也会就这个议题 大家共同来讨论 所以互动非常的密切 也没有什么隔阂之处 当然也许会有立场的不同 不是我想知道 就是实际状况 时间上面 你们有没有一个定期的 讨论的会议 还是 随时 我的感觉是这样 我们随时有议题 都会马上就联系 讨论 那个跟委员报告 我们现在有两个 研修会是法务部密集在参加的 就是一个就是 形式程序研修会 这个是我们大概是两个礼拜 或三个礼拜就会开一次 那法务部都会派人来参加 另外一个就是 良型委员会的一个咨询会议 那个也是法务部 也都一直有派人来参加 我们那个会大概是 三个礼拜或是一个月会开一次会 我之所以问时辰的原因 是因为其实两年半 这个时间不长不短 可是整个时代在变化是很快的 我们知道现在 在施改里面有一个议题是 跟人权有相关的 如何保护被害人的人权 那我想要提的是说 在现在网络传播很盛行的时候 现在透过网络传播 不像以前了 以前可能你 你公开说了什么话 或者你在电视上说了什么话 大概就只有 当下听到你的人 接受到这个讯息 可是透过网络现在是可以被转传 在即使好几年之后 都一直在网络上流传 所以这个杀伤力其实是非常大的 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啊 社会舆论觉得 比较关注的是 失明影像的传播 还有仇恨的言论 那我想请问法务部长 你这边的意见 你认为这个东西 有没有公布IP的必要 因为这些人等于是躲在 躲在这些假账号后面 他做了什么事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是不是有应该要 公布IP的可能 这一部分如果涉及到假讯息 或是跟资安有关了 我们法务部调查局 他有一个资安处 他们来全责来处理 那现在还有一个专责的办案单位 就是资安站 所以我想他们以他们的专业 都会来尽快的处理这事情 那法务部是站在行政监督的立场 我想会把这个讯息转达给 我们的执法单位 因为我们想说的 不是只有假讯息而已 因为有些讯息他 真假 难说 对不起上一页 就像是仇恨言论这件事情 你说他是真是假吗 因为各国其实都有对 仇恨言论这件事情 开始立法来规范了 主要是对于 个人或团体的性取向 你的性别 或者是你的宗教 你的种族 你的肤色 任何的歧视言论 都应该要受法来规范的 那部长 你觉得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加强 还是你觉得我们已经有法可以规范了 好 这一部分跟言论有关的部分 还有传播的部分 我会跟NCC 或是各支保护法的主管机关国发会 我们再共同来研讨 因为要随着时代的进步演变 有一些新兴的犯罪形态 我们要掌握了 部长我是希望因为你们那个新的调查局底下 那个资安处也成立了吗 那应该是这个方面要有所准备 不然那个部门成立就没有 法院可以决定要不要公开 因为我们不希望让这些人都躲在假账号后面 那我想要提 我之所以会提这件事 因为这两天吵得闹哄哄的是 WHO的谭德赛先生 他公开的发表说 很多侮辱的言论来自于台湾 然后我们台湾呢 也发起了群众目资 在短时间目了超过一千万 要去纽约时报 刊登全版的广告 来反对这件事情 来反对说台湾被指控 发动种族歧视的攻击 种族歧视的言论 这件事情在世界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所以他们都 这个单位都已经发起了群众目击 而且短时间已经目了超过一千万人 那我想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我们是在指控谭德赛先生 就是侮辱我们 我们并没有做这样子的种族的歧视 那调查局也跳出来说了 确实很多呢 这些有关于攻击谭德赛先生的这些言论 是来自于对岸 而不是我们 那我想要提醒法务部长的是 我们看到下页 其实 调查局指出的是这个 自由许州电台 那其实我们看到也有 在脸书上有这个指示堵栏 这个粉丝专页 他们也讲了 不甘心我开了小仗 毫不留情的骂他一顿 说WHO收了中共钱 希望你全家得冠状病毒 然后死光 尼哥 这是非常非常的种族歧视啊 你跟谭德赛都是垃圾 然后封锁了他 这是他们 这个粉丝专页 自己留的 自己承认的 那另外呢 在PTT 我们搜寻了一下尼哥这个关键词 也发现了许多 非常 不堪入耳 不堪入眼的 种族歧视的言语 我希望法务部 调查局这边 如果我们的指责 我们的指控是对的 我们必须证明 这些不是台湾的 那是不是请调查局 可以去公布 至少调查 指示堵栏 后面的IP 到底是对案 还是台湾 还有PTT上 这些言论 他们的来源的IP 到底是对案 还是台湾 那还我们一个清白 因为我想 这对我们的清白很重要 下一页 这个 这一个发起人 这个群众木制的发起人 他们自己留名了 叫做卧槽 那卧槽 他是做什么的 就是我们这次 司法改革国事会议 他这个网页 不是只有网站制作 兼民众意见 收集协力 所以他们的想法 他们的背景 是非常重要 我们要证明他的清白 所以希望法务部 可以监督 调查局这边 尽快的公布 指示堵栏 这个粉砖 还有其他在PTT上面 做了一些 歧视性的言语 的这些账号 的IP 到底是对案 还是台湾 谢谢 好 我跟委员说明一下 调查局他们是一个公正 中立的一个执法单位 他也不会分说是哪一个党派 或是哪一个团体 只要是有违法的事情 只要是有歧视言论的事情 他都依法要追查 我们政府应该不允许 有这样的一个做法 个人发书的一个言论自由 我们予以尊重 但是不能预约一个红线 这是基本的立场 是这样子 所以只要有涉及到违法 那我相信我会要求 调查局一定要善尽职责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吴仪丁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李贵民委员发言 好 谢谢主席